阅读心灵,宋波原本团体静心带领者课程总讲师亲自指导。 在练习宋波的过程中,不只是个案会放松连同宋波师也会同步得到疗愈,利用宋波的声音及振动调整脉轮的运作,脉轮调整后让身体恢复正常运作。 宋波原本的每位老师都重视学员们在课堂中能有良好的学习过程,所以,讲师与助教一步一步带领学员,从宋波的历史、相关知识,掌握宋波的技巧,到完成单波疗愈的流程,每一部分都让学员感受全方位的学习照顾,和方间不一样的宋波课程,欢迎你来参加。 1.减少压力和焦虑 宋波的声音和振动可以帮助人们放松身心,减少压力和焦虑。当宋波被敲击或摩擦时,它会发出和谐的声音和持久的振动。这些声音和振动可以诱导大脑进入一种深度放松的状态,类似于冥想或深呼吸的效果。 2.提升情绪和改善情感健康 宋波的声音频率可以影响大脑的波动模式,从而提升情绪,减少抑郁症状,并促进情感健康。 定期进行音疗可以帮助人们释放积压的情绪和压力,提升整体情感状态。 3.增强注意力和集中力 音疗可以帮助增强注意力和集中力 宋波的声音能够稳定大脑的波动,让人更容易进入专注状态。 这对于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或学习活动非常有帮助。 4.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 宋波和音疗可以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过程。 声音的振动可以穿透身体的细胞和组织,促进循环,减少肌肉紧张,并加速身体的自然修复过程。 一些研究显示,音疗对于减少慢性疼痛和改善睡眠质量也有一定的效果。 5.平衡能量和脉轮 在一些传统的疗法中,宋波被用来平衡人体的能量和脉轮,Chakras。 不同频率的声音被认为可以对应和调整不同的脉轮,从而促进身体的能量流动和平衡。 6.增强精神层面的体验 对于一些人来说,宋波和音疗还有助于提升精神层面的体验和觉知。 声音的振动可以帮助人们进入更深层次的冥想状态,增强与内在自我的连接,并促进灵性的成长。 科学研究和实证 尽管宋波和音疗在许多传统文化中被广泛使用,现代科学对其疗效的研究也在增加。 例如,一些研究表明,宋波的声音和振动可以降低皮质唇压力激素的水平,增强免疫系统功能,并改善心律变异性HRV。 这些都表明音疗对于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。 总之,宋波和音疗作为一种综合的疗法,通过声音和振动来促进人们的身心灵健康。 这些疗法不仅可以减少压力和焦虑,提升情绪,还可以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和平衡能量,对于整体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课程咨询专线090-637-4555 这里是台湾北部的海面上。 课程咨询专门 在清晨的微风中 你感受到温暖的阳光轻轻洒在你的脸上。 像是一个温柔的拥抱。 这一刻,你深深地吸入新鲜的空气。 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充满你的肺部。 感受到温暖的环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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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抬起头 远眺远方 你抬起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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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那一抹金色的曙光 照亮了天际线 你抬起头 让你抬起头 在这个时刻 你抬起头 每一个人抬起头 你抬起头 我抬起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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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抬起头